娱乐新世界 带你认识台湾 余香新世界 这一集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带大家一块来去认识 台湾的石斑鱼产业 那大家知道吗 我们台湾的石斑鱼产业呢 在国际上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哦 而且呢 养殖技术更是世界最出名的 所以呢 这一集就跟着米家 好好来去认识台湾 骄傲的石斑鱼产业吧 来来来 你看 这个就是鱼苗刚呼啊 一个礼拜 现在这个叫做沙巴西辣 沙巴西辣是什么意思 胶原蛋白就在你眼上了 对 你看 那是哪一道 就是这一道 它是非常特别的 其实它加上我们的 这样纯亮道的一些的酱油 直接下去做一个调配 两只脚一双眼 探索海洋新感动 发现娱乐新世界 台湾石斑鱼的养殖技术 独步全球 特别在种鱼和鱼苗的培育 以及成鱼养殖的品质 在世界上都是居于领先的地位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的统计 2009年全球养殖石斑鱼产量为 7.5万公吨 产值3.1亿美元 其中台湾产量约1.3万公吨 占全球总产量的17% 产值1亿美元 占全球总产值的33% 产值居世界第一 产量居世界第二 说台湾是石斑鱼王国 一点都不为过哦 台湾渔民厉害的地方 就在于说别人养父出来的 台湾的渔民就是有办法可以养得出来 而养殖技术呢是台湾政府和渔民一块共同研发出来的 品质呢可是一级棒哦 那现在呢就跟着蜜甲一块来去认识台湾石斑鱼的养殖奇迹吧 走 华人婚庆祝宜一定少不了石斑鱼 台湾因为具有地理纬度 气候适合 掌握反养殖技术 与邻近主要消费市场等优势 非常适合石斑鱼养殖哦 很多大陆香港的韬客都指定要购买品质好 体型硕大 卖向家的台湾石斑鱼哦 今天呢我们要去看看台湾的石斑鱼究竟是如何养殖出来的呢 走吧 石斑鱼怎么养 当然要请高手来解答咯 今天咪奖就要来拜访一位石斑鱼养殖高手 让大家见识一下台湾石斑鱼的厉害哦 哈喽 魏大哥 你好 你好你好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在捞那个一秒起来 这个是石斑鱼一秒是不是 对对对 那是属于哪一种石斑鱼啊 青斑 这应该还不到两公分吧 这个快接近 那我们这样子的那个体型大概要养多久啊 45天 那其实它在养殖上面呢 好像是有分很多的阶段对不对 对对很多层次 第一个就是种鱼嘛 种鱼产卵 那产卵之后我们把卵孵化就像这样子 那这个就可以出货了 那吃货的时候他们在卖给他们那个中间一层 那个叫做两寸苗场 两寸苗场 两寸苗场他们养大的时候养到三寸 然后又卖给宜温的那个移民 然后到宜温去养成大鱼 就一四斤就可以到四场地吧 所以我这样子听起来啊 它有四个阶段 四个阶段 对对 魏大哥说他的鱼苗养殖池啊 是石斑鱼养殖的第二阶段 也就是从鱼卵孵化长到两公分的白生苗哦 来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个就是鱼苗刚呼化一个礼拜 现在这个叫做沙扎西辣 沙扎西辣是什么意思 沙扎西辣就是因为石斑鱼它呼化的时候 它的背脊跟胸脊会拉长 好像翅膀一样会飞翔 比人类的婴儿还难照顾 真的 真的哦 对啊 看它的饲料啊 然后水质都要去顾 像一般来讲啊 你们在那个头饵的时候 他们在吃那个饲料 通常他们都吃些什么啊 饵料有分动物性跟植物性 刚呼化的时候 它要找出它的开口饵料 就好像刚初孙的婴儿 要给它找出适合的奶粉 然后它就会肚子脚吃个下去 它就会存活下来 刚刚你们有一个大哥 在喂鱼的时候 它的那个力道还蛮轻柔的 是不是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对 要有撇步的 什么撇步啊 今天就撇步大公开 所以你是要来教我是不是 好… 这个桶子里面 中的都是那个饵料 对 饵料… 好 那是要怎么喂呢 普通你就是要 要喂在这个气泡的这里 下去的话 它就会气泡就把它打开 然后因为那个刚刚吃生的鱼 它不会流动 然后就要靠气泡输送饵料给它吃 所以我们在这个摇这个碗的时候啊 可以换我示范了吗 对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就是我们要炒的那个 要一根一根给它 对 一根一根给它 对 然后要轻轻的倒下去 对对对对 很温柔地对待它 要很温柔哦 要很温柔 所以就是要整个池子里面有气泡的地方 就是要倒在那个点 对对对对 就是随着那个气泡 然后把那个池要打散是不是 每只鱼才会吃得到 这些幼小的鱼苗 经过细心的喂养 长到两公分左右就可以出售咯 喂大哥你现在这样子一直盯着它 看着在做什么啊 我在看它的骨骼 看到它的骨骼 骨骼有没有花育完全 有没有畸形或是那个弯曲 可是其实这样子一直盯着 我感觉 眼睛会破汤了 看久了你就会 脱窗了有没有 看久了你就会习惯 因为它长得一样啊 对对对 差不多两公分的那个鱼苗啊 就这样很仔细的观察 那如果都正常的话 就可以拿出去 出货 出货了 然后再卖给下一个阶段的 中间的育成场 对对对 那你们今天呢 大概出货的那个量要多少啊 大概是两万多尾啊 两万多尾 一尾十块钱的话 大概就是二十几万啊 它是轻斑啊 轻斑 脚龙胆石斑的话 要五十几万 要五十几万 鱼苗的健康 会直接影响到 鱼的生长和品质 在渔民的细心照料下 未来这些鱼苗啊 将成为拓展台湾 石斑鱼产业版图的大将哦 从种鱼产卵开始 石斑鱼透过人工培育的方式 从小鱼苗一路养到六到十五公分的阶段 就会放到养殖池中继续成长 究竟石斑鱼鱼苗要如何长大成鱼呢 现在就请大家跟着米江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米江现在已经来到了石斑鱼的养殖鱼温 也就是成鱼的养殖阶段了 那这一位呢是洪大哥 洪大哥你好 洪大哥你好 洪大哥你后面这一桶啊 应该是拿来喂鱼的对不对 对对 那你这个整个池子里面在养什么鱼啊 我在养青斑 在养青斑 所以待会呢我们下来喂青斑咯 好好好 那我可以一起跟你喂吗 可以教我的人喂吗 可以 这个篮子哦 差不多要比水便一点 就这样把这个鱼鱼放掉水的时候 放掉水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这样子手一松 这样 然后把它上来 所以放下去的时候 然后手要稍微 对 不松一下 那个要弄到笋子 会爬到外面去 要稍微让它放松一下 好好好 那你帮我拉上去 对对对 一尺满满的吗 好好好 不要满也可以啦 差不多像现在这个样子 好了 好 你放了 下断了 对对对 我这个放下去啦 你第一个篮子放下去的时候 你这个笋子把它拉一下 看它今天出的情况怎么样 就知道了 真的啊 对对对 它在钓出的很快的时候 那个篮子会一直走 一直走 它的身子真的在动耶 有看清楚吗 对 它真的在动耶 这个就表示鱼人在出 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喂鱼啊 假设它没有出完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那个顺利的鱼鱼拿上来 哦 不会污染此比 洪大哥说 青斑从八公分的鱼苗养到一台鲸左右 大概需要十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捕捞上市咯 这个鱼你给它划好健康 这边鱼更健康就是它划好它就去 它划好它就去 皮肌很漂亮 鱼体看起来那个颜色啊 公泽度很够 荷兰度又有够 洪大哥 十八亿长大的时候 你们通常都是卖到哪里去啊 除了一部分内向以外 大部分的都运到那个香港和那个大陆去 哦 外销到香港和大陆啊 对对对 那不就是要坐飞机了吗 哦 没有啊 因为你酒班都要稳 我都要坐给你去新本书館 现在我们都要活鱼运船 直接运到香港和大陆去 那你时间比较短对不对 那那个 品质比较漂亮 结束结束 哦真的啊 所以现在都是做活鱼运船了 对对对 那我要去哪里找到呢 好 我有一个朋友 在做做外面的工作 我会介绍你 真的吗 对对对 洪大哥你人真的是太好了 那今天也谢谢你哦 谢谢 好 拜拜 谢谢 政府开放活鱼运班船折航大陆 缩短了运输时间和成本 鱼体保存更好 迈向更佳 不仅打响了台湾石斑鱼的知名度 更带动了台湾石斑鱼产业发展哦 台湾的石斑鱼 主要有分内销 和外销两种 那么外销的地区呢 主要是中国大陆和香港 这两个地区 那么运输的方式呢 就是活鱼运班船啦 林大哥你好 你好 哇 林大哥 这一艘就是活鱼运班船 对不对 好大哦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新 对 那这艘是鱼业鼠奖励建造 骨子建造 目前在台湾最大顿位的一艘 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 鱼业鼠奖励鱼民建造高效率活鱼运班船 以提升石斑鱼存活率和运载效能 而林大哥的新船就是接受鱼业鼠 奖励建造高效率养殖活鱼运班船计划 其中之一哦 你讲啊 赶快趁这个机会 请叫林大哥 新造的活鱼运班船 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林大哥 像现在的活鱼运班船 和以前的活鱼运班船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的活鱼运班船 应用二层甲板 那二层甲板的话 船体的强化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它安全性提升了很多 提升很多 这一艘活鱼运班船 它的总顿数大概是有多少 276 那以前的呢 以前差不多150顿左右 那所以在花的那个 燃料的成本上面 一定也有差对不对 我们所用的马力 跟旧有遗传的差不多啦 所以说燃料的话也差不多啦 但是它的承载量 就比原来旧有遗传大两倍 遗传结构也比较宽敞 这个鱼的存活力 迈向的大大提升 活鱼运班船折航大陆 以上海为例 由48小时缩短至21小时 运输成本由120多万减少至90万 雨体耗损率更从10%降低至5% 大幅提升台湾竞争力 既然是活鱼运班船呢 那么运送到大陆地区的石板鱼 一定都是火艇对不对 那林大哥在这个船上一定有一些 很多专业的维生设备吧 是啊 两种系统 一种就是液太阳 另外一种系统就是海水循环系统 我们有四部抽水机 一分钟可以达到5吨的海水 供应整艘船上的所有移舱的 这个海水循环系统 那目前呢 一送到大陆地区的石板鱼 一种类有分哪些 既然主要有两种 就是一种就是冬胆 另外一种就是青斑 青斑 我们每次航出的时候需要的 是说小青斑需要多少量 大青斑需要多少量 冬胆的部分需要多少量 然后我们就说 这个东西是在高雄 这个产地来修 还是冰冬的产地来修 它为我们的火衣船 收到我们的火衣船 晚上出航 隔天早上就可以抵达对岸 这是许多东南亚国家办不到的 因为新鲜度和品质受肯定 难怪大陆香港的韬客 愿意出更高的价钱 购买台湾养殖的石板鱼 那目前呢 政府推行这个石板鱼的 两岸直航 国运运搬船的这个政策 对你们来讲 你们觉得最大的注意是什么 这个政策的推动的话 大大的降低 我们的运输成本 而且提升我们整个 这个产业的竞争力 贡献相当大 而且从开放 直航大陆到 EKWA 也帮助 Ed 排除我们不确定的风险 目前台湾已开放六线市 十个港口 对中国大陆 十五处渔港 进行活鱼运搬 能够充分节省时间成本 与提高活鱼存活率 台湾石板鱼产业外销出口值 从民国97年新台币4亿元 增加到民国99年的24亿元 成长了六倍 在ECFA签订后 石板鱼列入早收清单 将于民国101年1月1日起 免除关税 可进一步降低成本 对大陆市场的开拓更为有利 未来台湾石板鱼的外销成绩 将会更加亮丽 看到台湾石板鱼产业的棚墨发展 民养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也觉得非常的骄傲 相信在未来 在台湾石板鱼的养殖业者 和活鱼一般传业者的 共同努力之下 一定会越来越好 并且一块打造台湾石板鱼产业的 经济奇迹 东南石板鱼它又兼走肝脏筋 所以包括它可以养肝 骨筋骨都非常好 再来说它也有那个 还能够的BHA 我们刚刚看到台湾的渔民 在渔业署的协助之下 不断的创新和进步 目的就是希望台湾的石板鱼产业 能够永续发展 而台湾的石板鱼产业 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才能够确保石板鱼亡国的优势呢 这个问题我们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渔业大家长 沙鼠长来为大家解答咯 台湾的石板鱼的竞争力的优势 石板鱼的养殖 已经变成一个蜂巢 养殖温 也从过去的一千五百公顷 到今年大概已经增加到两千公顷 那海水的供应体系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部分以外 病毒神经病毒的这个防治的研发 然后以及跟防检局合作 怎么样把这个鱼病的检测在 广涉在这个我们的养殖温温的集中地 我们不可能跟人家做量的比较 所以我们也必须在新的鱼种上面 不断的开发 所以像现在的金钱班东兴班 我们今年已经有初步成功的案例 我们除了卖大陆以外 我们也要考虑到国内自己的消费市场 所以今年美食节 我们跟观光企业合作 全省的20个观光饭店 或者大餐厅 我们跟它合作 促销国内的石板鱼 台湾美食雄在 石板鱼 牛肉拌 牛肉拌 来来来来 而且带动石板鱼 也可以养殖 所以石板鱼 足举两的 为了推广石板鱼产业 鱼业鼠举办 2011年石板鱼文化节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从8月至11月 除了与国际及饭店合作 推广石板鱼料理 让台湾的石板鱼料理 登上国际美食舞台 同时举办台湾石板鱼养殖产业 发展政策研讨会 邀请产官学界 共同针对石板鱼产业发展现况及问题 研议因应对策 以作为政府施政参考 维持产业竞争力 希望在为期四个月的时间中 能够让民众寓教于乐 实际体验台湾石板鱼迷人的风采与美味 2011石板鱼文化节的重头戏呢 就是在8月18号到8月21号 在台北的世贸衣馆 A区所盛大展出的 2011台湾美食展 那么其中呢 由我们的渔业鼠 所主办的快鲜养生料理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 来了很多的观众朋友 对不对啊 其实呢 真的在里面有很多好吃好玩的 到底有哪些呢 我们赶快来请到一下我们的林科长 林科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各位观众大家好 科长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对不对 看到好多的民众来共襄盛举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馆 快鲜养生料理馆 究竟介绍了哪些 我们的快鲜养生料理馆的展览的内容 非常的丰富 有包含说我们一个石板鱼的一个生态的介绍 还有我们石板鱼的一个活体的一个介绍 那另外的 除了这些知识的介绍之外的话 有一些互动的一些游戏 透过一些游戏来让民众知道 认识石板鱼的一个家族 那另外特别邀请了很多餐厅 饭店的一个民族来为各位介绍一些有关 创意跟养生的一个料理馆 那这个部分待会我们的主持人也可以到 料理区那个部分的话 会由厨师来为各位做介绍 我们来到这个养生区 养生区 对 我相信你最喜欢的 因为吃的最漂亮的地方 真的 真的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道菜也是跟龙岛池板有关 就是它上面的胶脂 你最爱的那个胶脂 胶原蛋白就在你演唱了 对 你看 那是哪一道 就是这一道 你们看到它是非常特别的 其实它加上我们的这样纯亮道的一些的酱油 直接下去做一个调配的一个酱油醋这样子的起来 吃起来的感觉是最棒的 所以它叫做鲜酥龙胆鱼皮 对 没错 龙胆石斑我知道它的鱼皮非常的厚 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 胶原蛋白 尤其它是它的弹性的那个厚层 它吃起来会有一种QQ的那种咬劲 非常好吃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金月主厨呢 给我们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道啦 没错 俗话说 吃鱼健康 健康吃鱼 石斑鱼不仅营养价值高 更适合各类烹调的方法 而且肉质细嫩 口感Q弹 每一口都是令人挡不住的美味 龙胆石斑它的好处就是说 一般的鱼只有健脾养胃 只有走提味精 那龙胆石斑它又煎走肝脏精 所以 爸爸它可以养肝 腹筋骨都非常好 带来说它 也有那个含囊的DHA 又可以有古老的这种作用 那现在所有的观众会是可以去试吃 来体验一下 我想大家都已经活不及待了 对 在本次活动中 除了开放民众试吃石斑鱼的美味料理外 现场还有石斑养生料理的讲座 让民众可以学习石斑鱼烹饪的方法 你现在在试吃这个石斑鱼的养生料理 对不对 那你吃起来的口感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鱼非常Q 很Q 很弹牙 很好吃 为期三天的快鲜养生料理展 就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的落幕了 相信每位来参加活动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已经充分体会吃石斑鱼的好处与乐趣 台湾高品质的石斑鱼 绝对让你食指大动 多吃多健康哦 我们的石斑鱼独步全球的养殖技术 可以说是走到哪里呢 就卖到哪里 特别是在石斑鱼的 活鱼运搬船的推广上面 让我们的石斑鱼可以说是 随时随地都是呈现最新鲜活跳跳的状态 所以我们台湾人民众朋友 是不是也要为我们一类界的台湾之光 好好的来加油打吃一班啊 为期四个月 2011年石斑鱼文化节的精彩活动 还有续集哦 11月8号到11号 在屏东科技大学有一场 石斑鱼养殖国际研讨会 希望透过产观学研等全方位的讨论 开发最适合台湾的养殖及管理技术 压转的异想石斑嘉年华将于11月12到13日 在屏东县访寮乡隆重登场 活动中将融合石斑鱼文化与访寮艺文创意活动 并推出创意竞赛与摄影比赛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哦 你看你看你看 这个是这一条鱼吗 对对对 泰式兼克的 泰式不是它的味道就会有点 酸酸辣辣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沙滩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贝壳沙 所以到底是贝壳还是沙 真的可以摸吗 当然 哇 在米甲身后看起来就像一节一节车厢这个 这个可不是拿来载人用的 而是来提供住宿使用的耶